再从台湾回到南加州 就碰到难得一遇的南加州暴风雪 我们家从来没有积雪这么厚过 虽然这里每年也是会下一点雪 但是真的从来没有积雪这么厚 其实这树还真的蛮好看的 都是积雪 我的车 很惨 因为车库已经被我们出门的时候堆满了东西 所以车子就停在外面 把鱼板放在外面 算下面的冰的话有半尺 像到了纽约了 很